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0月5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与狗相关的话题 人和狗之间,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 10月2号江西平乡 有一段视频显示在平乡武功山景区 有两个教夫抬着狗山山 这个引发网络热议 那教夫本来应该抬着人山山的 人来花钱雇一个教夫把自己抬上去 但是这个视频里面显示 两个教夫抬着狗山山 大家看一下视频 10月4号,这个武功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记者 就是红星新闻的记者 说的确有这么个事情 不是摆拍,不是网红拍段子 是真事 说这个狗主人为狗揍了一个轿子 请这两个人把狗抬上山 由于这个景区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抬狗 况且这个教夫跟景区也没关系 是人家自己在那打工 不归景区广,都是当地的这个农民工 说是自己在那个景区里面陌生 后来记者还采访了这个抬轿子的这个教夫 这个教夫说确实有这事 说他们抬完狗之后 把轿子还洗了 毕竟抬完狗了嘛 接下来还抬人 就这么个事情 怎么说呢 我估计大家看完之后 很多人可能心里都不是特别痛快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你说教夫抬人山山 然后赚这个钱 这个好像还能理解 你抬个狗上去 人为狗服务 总感觉好像人活得不如狗 人在抬着嘛 付出劳力 付出劳动 很辛苦 狗呢在享受 不关这个啊 咱们再看一段视频 这个主人呢 带着狗去洗脚 捏脚 主人在捏脚 然后给狗也叫了个技师 帮狗啊 按摩 看着狗还挺享受的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一回事啊 都是人为狗服务 人已经不是为人服务 在为狗服务 所以咱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 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总之啊 我啊 看完之后 也是感觉这个心里不得劲啊 就是总感觉不爽 但是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感觉不爽呢 实际上啊 这个事情从两个角度去看 从商业角度看啊 这个事情非常好啊 非常合理啊 所以第一个 国家没有法律规定 说不能给狗服务啊 又不妨碍别人 对吧 他服务狗 又不挨着别人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你没有办法禁止啊 第二个 你要不容许人家为狗服务 这个好像 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啊 就是你没有充足的理由 不让人家为狗服务啊 那如果你不让人家为狗服务 那你能给人家付工资吗 他这一天要挣多少钱 要养家糊口的 老婆孩子 房贷都要还的 要吃饭 这个钱从哪来呢 人家好不容易 有个狗主人呢 来雇他们 他这一趟能赚多少钱 你不让他抬 不让他为狗服务 那你能给他钱吗 你又不能给他钱 又不准他为狗服务 他又没有犯法 法律啊 什么法规都没有禁止 那他要饿死了 算谁的呢 从这两个交夫来看 他们也没有觉得 好像敌人一等 他们心理活动 咱们不太清楚 但是至少 从这个形式上看 我认为他们占了便宜 你想一想 他如果抬一个人杉杉 那这个人怎么着 90斤100斤吧 抬个女孩 那也得100斤 这个狗才多重啊 顶多40斤 那他俩人这一趟 应该是赚了 抬这个40斤的东西杉杉 出的力肯定少啊 流的汗也少 但是钱肯定是一样的 甚至可能比抬人还贵一点 从这个业务的生意 这个角度来说啊 这两个交夫 应该是赚了 很合适 我们再夸张一点啊 就是有人请这两个交夫啊 什么也不抬 就抬这个空的这个躺椅啊 杉杉 你就假装他抬的是空气 那这个算不算 侮辱这两个交夫 抬空气和抬狗 有什么区别 抬狗 涉嫌侮辱人 那抬空气呢 抬空气不涉嫌侮辱人 狗和空气之间 是不是就有个高低啊 所以这里面 就非常难去区分啊 所以说我认为 从这个商业角度来说啊 这完全合理合法 而且呢 这俩人还占便宜了 只要你白整心态 调整心态 这不是要事 包括那个给狗按摩的 也占便宜了 那收费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45分钟 或者一个钟多少钱 但是给狗按摩 狗按得好按得坏 狗他也不会评价 你要给个人按摩吧 那个人要不会不好说话 不好伺候的话 也很累的 对吧 一会儿中了 一会儿轻了 一会儿这不行 那儿不行的 狗反正他啥也不知道 你就形式主义嘛 随便捏几下 钱是一样的拿 我感觉啊 你要捏脚的话 给狗捏脚 比给人捏脚 要轻松 赚得多 所以说你要从 这个赚钱角度 这个商业角度来说 那是对这些 付出劳动的人呢 反而有利 最难伺候的是人 伺候狗都不愿意伺候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 看完之后 第一眼就感觉不爽呢 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呢 实际上我们要从社会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这是个社会学现象 人怎么就为狗去服务了 这个人格或狗格 到底怎么摆 人和狗之间怎么处 人和其他动物呢 狗的生存权 是不是就比人要高一点 或者是有钱人的狗 比那个穷人 他更有这个生存的权利 更有得到服务的权利 因为狗主人有钱呢 付得起钱呢 这种现象 恐怕啊 正常社会 一定会引起热议的 就是狗和人之间 你怎么处理 你处理好了狗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人和猪呢 人和羊呢 人和猫呢 等等 这个问题啊 很多 人分三六九等 人又有钱的 有穷的 有素质高的 有素质低的 有高高在善的 有悲若尘埃的 先离灰尘下的 这都是人 就像北京市说的一样的 低端人口 北京市说这个低端人口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 叫低端人口 总之它有个定义 低端人口 那咱们借用一下 这个低端人口 这个低端人口和那些高档的狗 有的狗 不管它存在这个什么 稀缺性 还有什么 知名度 等等啊 还有它的实用性吧 有的狗 它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比如 缉毒权 搜救权 导盲权 等等吧 就这些 那是狗中龙凤啊 就是狗中龙凤 和这种低端人口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低端人口 要比这狗中龙凤啊 带着比较差 这就是个问题啊 大家如果看了 这个两个教夫 抬狗姗姗 还有这个服务员 给狗按摩 感觉心里不爽 但是你要看下面这个视频啊 你可能心里要好受一点 这个是消防员背着这个搜救犬呢 开服救灾现场 你看 不是背着的狗吗 我想大家看这个视频 可能感觉比看那个两个人抬着狗啊 或者给狗按摩 好像心里要平缓一点 实际上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 就是乌军呢 在战场上面 他们都背着他的军犬呢 上前线 都是背着的 就像那个消防员 背着这个搜救犬一样的 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给狗服务啊 但是大家看了这种视频呢 好像感觉就比较坦然 还觉得挺好 所以说从这个商业角度上说啊 没什么好说的 法无尽职 即可为 然后人家也没妨碍别人 为狗服务就为狗服务吧 而且这个服务的人 确实比给人服务 给他装的多 我们再看这个狗主人啊 首先一个狗主人呢 他这个动作 他给他的狗 找了两个教夫 还有这个狗主人呢 让这个服务员给狗按摩 没有感觉到狗主人 故意要贬低这个劳动者 来歧视这些劳动者 你看那个教夫那个 那个狗主人跟着后面走 自己舍不得请个教夫抬着 请个教夫把他狗抬着 说明他非常爱狗 他把狗啊 看得比他自己还重 他请这个教夫抬着狗 从这个狗主人角度来说 他并不是歧视这两个教夫 说你也只能给狗服务 你跟狗差不多 你连狗都不如 没有这意思 你看不到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你也没办法找到他 侮辱人的这种 叫主光故意啊 那作为教夫来说 他也没必要往自己 往心里去 感觉别人就是来恶心我的 就是来瞧不起我 让我给狗服务 但是从这个社会学来说呢 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 真的要发展到这个地步吗 我们要发展三场 第三产业 要发展服务 真的到时候会给狗 给马 给牛服务吗 这个恐怕 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啊 人类社会 难道就要万二发展吗 穷人 给富人的狗 当牛做马 人有最起码的尊严吧 所以我想啊 这个社会 无论如何 怎么发展 一定不是说 发展到那个地步 穷人 或者为了孙存 为了赚钱 就给富人家的宠物 当牛做马 这个感情上 好像也接受不了 一定不是社会 发展那个方向 如果社会发展的这样 那一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失败啊 说明贫富差距太大了 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事情还真不好评价 总体上看啊 首先要尊重这个劳动者 就是劳动者觉得这个无所谓 没有侮辱我 我很喜欢 我乐意 我本身就是爱狗人士 我为狗服务 我也挺高兴的 那这个作为第三者 作为旁观者 你又没什么权利 去非议人家 你要求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啊 代表人类 你不能给狗干活 你给狗干活啊 给狗服务 你拉低了人类的这个尊严 恐怕这个也没有道理 所以说首先啊 还是看这些服务的劳动者 他是什么心态 他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调整好 你看那些消费员 还有乌军的士兵 背着他的伙伴尊全 他是心甘情愿的 他一点不觉得啊 人比狗就低等了 他是愿意的 那是他的伙伴 是他的战友 那你能说这些乌军士兵 或者刚才的那消贩员 拉低了人类的这个尊严吗 不能这么说吧 第二个呢 我想还是跟社会有关系 这个社会啊 还是要发展 还是要让人类啊 让人比较容易去 获得一个有尊严的 有体面的工作 不是说这个服务也没 不体面啊 没有尊严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至少呢 让这些劳动者 他有的选择 而不是迫不得已 就是说为了生活 生活所迫 我只能给狗服务 没得选择啊 我很讨厌狗啊 我认为误入了我啊 但是没有办法 我要赚钱 只有这么个机会 这种才是社会的悲哀啊 所以说来说去 就是社会还要发展 经济要发展 发展到什么呢 就让人有选择的余地 你不愿意给狗服务 你觉得给狗服务是误入了你自己 那你可以完全不给狗服务啊 也能把自己养活得很好 你就专门给人服务 但这个狗主任找你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拒绝 为什么 我根本就不缺这一单 对吧 当狗主任让你给狗按摩的时候 按摩45分钟 我不愿意 我觉得这侮辱了我 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拒绝这一单 而影响我的收入 我可能这个月就活不下去了 或者我的收入就少了 受影响 我想这样的话 能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和谐 那就是各取所需 一旦这里面没有强迫 或者没有那种隐性的 半强迫 都是自愿的 那这个谁也说不了什么 就像那个前一阵子 各地的农民啊 不是那个没有成熟的小麦 清除吗 而且没亩地 比那个成熟之后的麦子 还要贵 我记得那一阵子 往上也有很多舆论呢 就很多人就忧心忡忡的 说这个农民啊 把这个没成熟的麦子 就卖着了 这样会导致粮食检查 会导致中国的粮食安全 会出问题 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你得 把你当作农民 你这么看着问题 你就种了十亩地的麦子 人家给钱给的多 你不需要等到麦子黄了 卖麦子 你卖麦子 一抹地 能卖一千块钱 人家清除 对吧 收去做资料 给你一千三 那你为什么不卖 给人家一千三呢 一千三我能多赚一点呢 我就能多解决我好的问题啊 我的房贷就可以多还一点呢 那这个时候作为第三者 作为什么围观的 你有什么权利 指责人家 说人家不能卖清除 只能卖小麦啊 你要看不过去 那你出钱呢 你出钱把人家的麦子买下来啊 你说等你收割了 我给你一千四一模 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大家这坐在那里 叫站着说话 不要他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去指责别人 糟蹋粮食啊 引起这个粮食安全问题啊 就像很多人指责 这两个教父一样的 嫌他们丢人 给狗服务 我认为这些人 没有资格指责 你要指责的话 那你给这教父捐款呢 你马上就给他支付一千块钱 说他停止这个服务 不要再太狗了 我给你一千块钱 没有人这么做 偏偏要指责人家 不该这么做 那说到这儿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或许你感觉到很悲哀 感觉到这个心里不是滋味 但是不管你感觉怎么样 你没有权利指责人家 你既没有权利指责狗主人 也没有权利指责这个教父 你更指责不了狗 狗你指责也没有用 他也不理你 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 还是要经济发展 要给这些人更多的就业机会 要让这些人呢 不愿意为狗服务的人 他能够说no 他也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条件说no 我不会因为我说no 下一顿饭没得吃了 或者我的收入减少了 这个就有来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 经济发展了 国内有钱人多了 旅游的就多了 旅游的人一多 那坐轿子人就多 坐轿子人一多 这些教父连抬人都抬不过来 需要抬的人都排队 那这个时候 你要说把我这只狗抬上去 有人愿意啊 抬狗轻松啊 那是他自愿 有的人说我不愿意 我不为狗服务 你这是瞧不起我 那你有权利拒绝 你拒绝不影响你的收入 这个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同理啊 不光狗 猪啊 猫啊 羊啊 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待遇 宠物嘛 就是动物嘛 实际上啊 指责这个教父和指责农民 卖青厨 都是一拨人的 要求别人 指责别人容易 你要让他捐款 你要让他付出 为他所谓的这个捍卫的这个增严 付出一点 那是不行的 他是让别人付出 来维护啊 他所谓的这个嘴里面的这个增严 和什么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 那就是农民的事 谁让你是农民啊 农民觉得维护粮食安全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